最近,美国流行起了转基因蔬菜,不仅个头很大,而且还营养丰富 马吉迫不及待的为家人准备了转基因大餐 然而,他却不知道这种技术很危险 盘子里的土豆竟然活了过来,而且还把胡萝卜给吃了 食品安全,事关家人的健康,马吉决定亲自种植蔬菜 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这边刚把种子种下去,那边就被乌鸦给吃了 好在可以利用老祖宗的方法,只要制作一个稻草人就行 这还真是既环保又健康 然而,有得必有失,用这个方法之前,一定要驱赶隔壁的虔诚教徒 看来效果还真不错,乌鸦再也不敢靠近菜地了 稻草人可以对付乌鸦,但是却对付不了蠢蛋 醉醺醺的猴沫回家时,被瞎坏了 当场就展现出了猛男本色 猴沫的做法获得了乌鸦的好感 甚至直接任他做老大 猴沫就这样成为了乌鸦之王 不管去酒吧还是回家,都是前呼后约 在乌鸦们的服饰之下,猴沫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 就连吃甜甜圈也不用亲自动手 据说乌鸦的智商相当于五岁的孩子 如果你得罪了他,就会遭遭报复 猴沫显然还没意识到,乌鸦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小麦 乌鸦的做法彻底激怒了猴沫 猴沫的斥责也激怒了乌鸦 一场大战突然爆发 遭到围殴的猴沫身受重伤 不过很庆幸,萝卜保存完好 医生表示只要开些美国特产的止痛药就行 猴沫一听有点犹豫 他对那种业杂可没什么好感 那件事还要从学生时代说起 当时朋友们想让他尝试一下 结果好巧不巧的遇到了警察 猴沫的萝卜再次承受了无妄之灾 医生安慰不用担心 法律上是允许这种特产用于医疗的 正好可以趁机弥补童年留下的缺失 猴沫的诡异行为引起了家人的警觉 马基不敢相信 猴沫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猴沫狡辩这是合法的药物 就算警察来了也不用害怕 在之后的日子里 猴沫彻底的沉迷于这种美国特产 他眼中看到的世界也变得五彩斑斓 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所包围 然而在家人们的眼中 猴沫却变得不太正常 在美国特产的影响下 猴沫的性格大变 曾经最讨厌的邻居变得令人尊敬 曾经最讨厌的爵士乐也变得更有魅力 猴沫最近真的很开心 老板黄巴皮却很痛苦 由于经营不善 核电站需要公开募股 他必须要说服股东们 但是演讲对黄巴皮来说太难了 要是到时候冷场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猴沫出现了 不管黄巴皮讲的笑话有多冷 他都会被逗得哈哈大笑 看看这才叫做高兴上 现在就任命猴沫为核电站的副总裁 人只要没了节操 敢于做出突破底线的事 就能升官发财 突然明白 为什么酒局会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社交了 毕竟有些违心的话 只有在喝醉之后才能说出口 猴沫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让马基很担心 医院开出的特产是治病用的 但是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就在这时 电视里播放了一条新闻 最近有人提议禁止医用美国特产 而且包括猴沫在内的很多人都签署了同意书 糟糕 那天是被好邻居给迷惑了 猴沫为了支持美国特产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号召大家一起投票支持医用的合法性 由于尹君子们太嗨 错过了投票的世界 以后春田镇将禁止医用特产 这对猴沫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在失去了特产之后 猴沫感觉心里很空虚 似乎对眼前的所有事都失去了兴趣 不过为了家人 他也答应下来 永远不再碰这些东西 可就在这时 黄八皮的电话来了 要求猴沫在股东大会上用傻笑捧场 天呐 现在已经没了特产 怎么可能违心的笑出来呢 马基安卫可以想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黄八皮裸体的样子 黄八皮的冷笑话 让猴沫很尴尬 现在根本就笑不出来呀 必须要尽快想办法 否则的话 他们都会完蛋的 看来只能用这最后一只 流面的特产了 就在助理史密斯沉迷其中的时候 突然发现黄八皮去洗澡之后 就迟迟未归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危险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危险 黄八皮意外去世了 马上就要召开股东大会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瞒过去 猴沫和史密斯互相配合 一边代替发言 一边利用提线木偶的方式控制 别问耳朵为什么会流血 黄八皮现在的状况很好 甚至还可以跳舞 没想到亏了钱 还能听到欢呼声 这对资本家来说 简直就是救命的良药 黄八皮竟然就这样复活了过来 不过对于猴沫两人的做法 必须受到惩罚 Smithers make me slap him now just you now give me a taste now both again